第211集 张安氏自认为父子都被封侯 权位太盛 便向汉宣帝请求辞去奉路 汉宣帝命大司能所属都内衙门 单独为张安氏收藏这笔无名钱 达到数百万 张安氏谨慎周密 每次与皇帝商议大事 决定后他总是称并退出 等听到皇帝颁布诏令后 再假装大吃一惊 派人到丞相府去询问 所以即使是朝廷大臣 无人知道他曾参与此事的决策 张安氏曾向朝廷举荐过一个人 此人前来道谢 张安氏非常生气 认为 为国家举宪贤能 难道可以私相酬谢吗 从此与此人绝交 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 却没有吊声 自己去求张安氏为他说话 张安氏对他说 你的功劳很大 皇上是知道的 做人臣子的 怎么能自说长短处啊 坚决不答应他 不久 这位郎官果然升官了 张安氏见自己父子地位尊贤 内心深感不安 便为儿子张延寿 请求出任地方官 汉宣帝任命张延寿为北帝太守 一年多后 汉宣帝连续张安氏年老 又将张延寿调回朝廷 担任左曹 太仆 夏季四月秉子十四日 汉宣帝立皇子刘亲为怀阳王 皇太子刘年十二岁 已经通晓论语孝经 太副书广对太副书寿说 我听说 知道满足的人不会受辱 知道适可而止的人不会遇到危险 而今 我们做官已到两千弹高位 功成名就 这样再不离去 恐怕将来会后悔 于是 当天 叔侄二人就一起 以身体患病为理由 上书汉宣帝 请求退休 汉宣帝批准所请 家赐黄金二十斤 皇太子也赠送黄金五十斤 宫卿大臣和故人在东都门外 设摆酒宴 陈列为帐 为他们送行 前来乡送的人乘坐的车辆达数百辆之多 沿途观看的人都赞道 两位大夫真是贤明啊 有人甚至为之感叹落泪 书广和书兽回到家乡 每天都命家人变卖黄金 设摆宴席 请族人旧友宾客等一起取乐 有人劝书广用黄金为子孙购置一些产业 书广用黄金为子孙购置一些产业 我家原本就有土地房屋 让子孙们在上面勤劳耕作 就足够供他们饮食穿戴 过于普通人同样的生活 如今再要增加产业 时有盈余 只会使子孙们懒惰懈怠 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 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 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 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 况且富有的人是众人怨恨的目标 我既然无法教化子孙 就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 而产生怨恨 再说了 这些金钱乃是皇上用来恩养老臣 所以我愿与同乡同族的人 共享皇上的恩赐 以度过我的余生 不也很好吗 于是族人都心悦成福 颖川太守皇霸 命郡内驿战和乡官 一律续养鸡 猪 用以救济独身男子寡妇和贫穷之人 后来又定立规章制度 设置父老师帅武长 在民间推行 教育百姓行善防恶 务农养残 节俭用度 增加财富 种植树木 饲养家畜 不要把钱财浪费在表面或者无意之处 黄霸治理地方既杂且细 开始时似乎繁琐细碎 黄霸却能集中力量贯彻推行 接见属下官吏和百姓时 从交谈中寻找线索 询问其中潜伏的问题 以相参考 黄霸聪明而能够认识事情的真相 蜀利及百姓们不知其所以然 都称赞他如神明一般 不敢有丝毫的欺瞒 奸邪坏人纷纷逃到别的郡 颖川地区盗贼日益减少 黄霸队下属官吏 首先进行教育和感化 如有人不遵教化 再对其施以刑罚 力求成就保全他们 许献献成年老耳聋 郡都有禀告黄霸 打算将其斥足不用 黄霸说 许献献力是个清廉官吏 虽然年老 但尚能下败起立 迎送往来 只不过有些耳聋 又有什么妨碍呢 应好好帮助他 不能使贤能的人失望 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 他说 频繁的变更重要官吏 会增加营救送心的费用 奸华官吏也会借机藏匿档案记载 盗取财务 公司费用耗费过多 全要由百姓们承担 新换的官吏也未必贤能 或许是还不如原来的 就会突然增加混乱 治理的方法 不过是去掉太不称职的官吏而已 黄霸外表宽厚 内心明察 很得官吏百姓之心 郡内户口年年增加 政绩天下第一 汉宣帝征召他担任经兆尹 不久 因被指控违法 连续受到降级处分 后 汉宣帝下诏 让他重新回到尹川 以八百弹的官制 充任尹川太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